阿姨 真不是我小气 这个迷你厨房不能接你 阿姨又不拿走 就用你一下 在你们宿舍内给你们做个菜 瓜瓜 对不起啊 我还不知道我妈会杀到宿舍啊 那阿姨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吗 什么事 你说 只能用小厨房的调味料 不妨用你那些叽叽瓜瓜的调味料 没问题 我知道你们挑食 有些味道不习惯 就按照你们说的了 难道这样 就能阻止雨桥妈妈的黑暗料理吗 这次我们就看着你妈做 应该不会做出什么可怕的玩意吧 先口用 欺掌今天妈妈的爱没有毒 很重 我宁愿吃奥里给 也不吃一下妈妈的料理 我就在这躲着 假装我不走 打竹正式开工啊 瓜瓜 这小厨房还挺别致 先给你们做个炒藕片 加油 阿姨加油 藕片香喷喷了 还给大家准备了火龙果肉 今天的食物看起来很精彩 炒面很香 火龙果我们也爱吃 吃鸡片我也喜欢 阿姨我也败我也败 今天我也要吃哦 我们就知道你们会喜欢这种搭配 我们也要发併了藕片 味道一绝 尤其是这原则外面根本就买不到 你们话说早了 阿姨你们说早了 今天又是成功的一天 阿姨我还要吃你先走了 来来吃点再走啊 来我看你有事 啥事比吃饭很重要啊 小妹你出来吃你不会也有事吧 我还真有事太不强了 唉 白雪你回来啦 嗯回来啊 那快来尝尝阿姨的新菜 热情口片加强版 阿姨你刚才说什么 热情口片加强版 上一句 快来尝尝阿姨的新菜 反正上一句 白雪你回来啦 我没回来我从来没回来过 没回来过什么意思